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一氧化碳跟二氧化碳 它具有相同的總原子數 則夏略克項目中合則比例為3比4 就是哪一個是3比4 首先我們看質量比 那質量比的話我們怎麼算 我們先算它的莫爾素的比 莫爾素的比的話 莫爾素的比等於分子數的比 它分子數的比是多少不多少 它這個兩個原子等於一個分子 所以要除以二分子A 這個是它的分子數的比 這個是三個分子的話 三個原子等於一個分子 所以它這個分子數的比 或者莫爾素的比 就等於三比二 這是莫爾素的比三比二 好,那這樣的話它的質量比 這個質量比我們用小M盤 質量比的話就等於多少 等於是它的分子量 乘以它的莫爾素 它的分子量多少呢 分子量溢氧化碳的 MCO氧化碳是12加上16 所以這等於28 所以這是38 3乘以28 這是2乘以多少呢 乘以CO2 乘以CO2 就是12加32 這是44 所以它的質量比 是等於多少不多少 我約掉4 4728 所以是21比上22 所以質量比的話 所以不是3比4 再來我們看氧原子素的比 那氧原子素的比的話 因為它這個 莫爾素的比是3比2 那1mol的液氧化碳 等於有1mol的氧 那1mol的液氧化碳 有1mol的氧 1mol的2氧化碳 有2mol的氧 所以它的什麼呢 它的這個 莫爾素的比 我們叫做 K好了 這是隨便寫 K的話就是說3乘1 3mol的液氧化碳 裡面含有什麼呢 3mol的氧 2mol的什麼呢 2氧化碳的話 裡面還有多少 1mol的2氧化碳 有2mol的氧 那2mol的2氧化碳有多少 有4mol的氧 所以它的這個 氧原子素的比 是等於3比4 所以這答案就對了 所以應該選B 我這一題應該選B了 再來我們看看這個 碳原子素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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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3比2 因為1mol的1氧化碳 它就有1mol的碳 1mol的2氧化碳 也是有1mol的碳 所以那3比2 這個分子素的比 分子素的比也是3比2 所以答案應該要選B 先同一下 1點 2點 2點 1點 1點